虽然呢我们已经知道怎么做Stra 我们可以通过StriUct这个关键字 我们去声明一个结构类型 声明出这个结构类型之后 我们可以用这个结构类型去定义变量 但你觉不觉得 我们每次在用这个结构类型的时候 都要跟上那个Stra那个关键字 和Interflow的不一样 我们不能说那个Point 那个Date 那个Time直接就像类型一样 说我Date什么什么 总觉得好像它不是亲身的 对吧 它前面要跟上Stra那个关键字 C语言有一个办法 可以让我们摆脱那个Stra关键字 这个办法叫做TypeDef TypeDef也是个关键字 比如说 我们这说TypeDefIntLens 当然别忘了 后来有分号 是吧 这是一个语句嘛 你总要有个结束的地方 它的意思是说 我们就定义 说这个Lens呢 现在就代表Int了 以后在任何地方程序里面 如果出现Lens 它的意思就是Int 也就是说Lens 成为Int的别名 所以这样做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说LensABC 我们可以说LensNumbers10 这相当于IntNumbers10 所以 如果我们有一个结构 如果我们在这说TypeDef 这个东西Date 你看 这里头我们得这么看 在TypeDef的后面 我们有两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呢 是它的什么 好吧 按照你们的顺序 这是第一个东西 是不是 从左边说过来 TypeDef后面的第一个东西 是原来的实际的数据类型 而第二个东西 是你给它起的新名字 这个 其实说句老实话 到我这把年纪 我有的时候TypeDef 有的时候还会忘 到底哪个是哪个 趁年轻你可以先记住它 趁年轻你可以记住 第一个是 它原来的那个类型 第一个是原来类型 第二个呢 是它新的那个名字 所以在这儿呢 Date是新的名字 而原来的类型是什么呢 出现在TypeDef和Date中间的 因为新的名字 只能是一个单词 对不对 所以在TypeDef和最后的 那个单词中间的 所有的东西 是它原来的类型 现在呢 我们这个原来的类型 是一个Stra 因此今后我们 直接用Date的意思 就相当于我们在这儿 我可以把Date 替换成StraAdate 它们是等价的 它们是一样的 我们的Date 就代表了TypeDef和Date中间的 所有的东西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虽然不一定完全是这样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我们在这儿 把从StraAdata开始 所有的这些东西 一直到这个Date前面 那个结尾的大括号为止 所有东西 摆到这儿 我们说这儿有一个 这样的D 它们是一个意思 好 所以这就是TypeDef 比如说TypeDef StraAdate 这种形式是什么 如果没有这个TypeDef 我们在干什么 如果没有这个TypeDef 我们在说 我们有一个没有名字的Stra 然后它有一个变量 叫做Date 对不对 如果我们把这个Date 移到这儿去 并且没有TypeDef 我们说我们有个Stra叫做Date 现在呢 我们把TypeDef放在前面 我们说这样的一个Stra 我们把它命名为Date 至于这个Stra叫什么呢 我们已经不关心了 因为我们有个更好的方式 去表达它了 所以TypeDef的意思就是 我要把这个TypeDef 到最后一个单词 中间所有东西命名为 最后那个单词 只有最后的一个单词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经常是这样 就看那个TypeDef 它很复杂 它可以连了很多东西 那你怎么认出来 到底最后定出来的 那个名字是什么呢 最后那个 最后那一个单词 才是它的名字 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 Strains是 这个CHA新的10 也就是10个字符串的数组 10个字符指针的数组